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在yap上几乎满分好评如潮 但在某个点评上只有三星半 满片都是吐槽 我们先来看一段录像 发挥我的灵魂画迹画个小电视 电视快画好了 录像中的这个厨师是陈建明 四川人 他在电视上说的日语都还有隆重的四川口音 1952年来到日本 而后在东京开了第一家川菜馆 并在NHK电视台教日本人做麻婆豆腐 他的儿子陈建一因为出色的记忆 连续六年被授予于中华料理替人称号 现在麻婆豆腐进入日本寻常百姓家 成为家喻户晓的中华料理 陈建家族功夫可没 是的 这家餐馆就是乌节路文化酒店的四川饭店 百成建太郎 新加坡乌节路的这家四川饭店 被川菜爱好者看到肯定会先桌离场的 豆腐碎成渣 鱼香肉片又大又厚不说 居然还加了草菇 公保鸡丁这个茜也太薄了 能锁住味道吗 但是点评也要讲基本法 先吃了再说好不好吃 麻婆豆腐 这个麻婆豆腐 乍一看很车祸 豆腐全醉 肉燥不是牛肉的 也没有很酥 勾芡还可以 包住的豆腐 也没有太多的油 但是一口吃下去 真香 很快就被我吃得差不多了 如生请再给我一碗米饭 怎么还有西芹草菇这种 不应该出现在鱼香喂菜的蔬菜呢 这么厚的芡 我还以为是糖醋里肌 但是入口的那一刹 我扶你 不是传统的我们理解的那种鱼香味 更像川菜的豆瓣鱼的味道 而我特别喜欢吃豆瓣鱼 这道菜真是解了我的香愁 服务生请再给我一碗米饭 就是这个猪肉用的是没放血的肉 我这次第一次知道啥叫猪骚味 红炒鸡丁用的是鸡腿肉 用腰果代替花生米 勾的芡很薄 差点没看出来 入口是正宗的胡辣力之味 也就是胡辣代香 小酸小甜 鸡腿肉特别嫩 腰果不那么脆了 不由自主地想吃饭 米饭是北海道米饭 米的质量挺好的 但是与热料店煮的米饭比起来 比较湿软 不够粒粒分明 还好 总结 一 改良川菜 形式和四川本土的不太一样了 但卫形抓得比较精准 二 不适合川菜原教旨主义者 不适合追求性价比的时刻 三 环境非常老派高级 唐朝人物画作屏风 水晶吊灯 富丽堂皇 张大千的字画吸引眼球 小声说 就是不知道这个张大千的字 为什么没有他意 四 服务一般 正常饭店水煮 逊于北京的物理箱 五 既然成剑太郎定期会回四川采风 可以做点川菜里的高级菜药 而不要拘泥于这些基础的菜式 因为这个饭店抓传统川菜的味道还挺准的 我还会反复造访 到时候会更新体验 好啦 这就是今天的四川饭店 摆成剑太郎的视频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